要说是怎么回事 等过几天呐 你听听看看就清楚了 不过孩子们 莫莫悠悠总想选赶车 他们是不放心的 这个车麻烦 他赶不了如今这机体的大车 这儿 跟咱们俩心眼 大叔 守着你这么个老行家 还愁 队里面有好车把车 这事 我早就想过 如今 培养年轻人 可是件大事 咱爷俩 再想到一块去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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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你去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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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 你去了吗 你去了吗 你怎么就惹祸 谁惹祸了 听见了吧 连您当哥哥的说他都不听 我能把人家怎么着 你还想怎么着 姓梅 哎 乡亲们 我不是说别的 这样是把大车收的糟蹋了 知道的是他们两个把车赶出来的 不知道的 得说我千广对集体财产不负责任 再这样下去 这辆车我没法赶了 你爱赶不赶 哎 胡闹 从今以后 谁也不准再弄这干鞭子 你 刘队长 如今是集体生产 缺钱也踏不了天 看青年突击队长这个意思 是要连我外乡人的 我一不是地主 二不是富能 我到哪都当社员 这儿带不了我走 回我们东船黑门口去 你 站住 这真是无忌 秦梦 叫个警车 你就没三 你左一个不干 右一个搬家的 还抬哪一把 说实了 过去愁的是没大车 去年郑婆在这修了公路 如今清空了 有了车了 还愁没赶呢 就是 王后王 别没事找事 来 马上出车 大伙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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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 老班长 老方 你来了 这就是方帝云同志 公事要派他来 代理支部书记者 你来的好啊 我来的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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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什么时候 忙得脚跟都抄钱了 还办什么赶车训练办法 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我真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赶车 你应该明白 在生产队赶大车 这是个要紧的材士 车马是没奔 社会主义心境还行 咱们对他 要多进行帮助和教育 大伙没少帮助他 支部也没少教育他 可他 他就是不赖 就拿他股东人们 往自由市场 烧卖山货这马车说吧 你往哪儿拿 脱老钱 你烧着卖了 还是啊 卖到供销社去吧 听老钱说 自由市场上 蘑菇就涨价了 嗨 你没听万山大哥说吗 这不是挑正道 不光彩 快走啊 人家都不光彩 就不光彩 老钱 啊 哈哈 钱大哥 费心得照顾着 你放心吧 从达老智书叫走 天广当着车马车 天天如是 闹得有些人 都关心机体生产了 你咋不懂 这不是滋味 这条道啊 是得毒死 就没他们想学赶车 也就只为这个 我看他 这个训练班 得赶快办起 走 咱们找老周 一块商量商量 走 陈大哥 哎 嗯 嗯 陈大哥 把这锅烧着 嘿嘿嘿 老四 眼下自由市场根子 可是缺货啊 你没那点 大球盲月的 哪里闲工 嘿嘿 你上一天工 顶多着给你记得 十分八分 要是剪天真子 闹好喽 可就是好几块呀 如今吃饭靠集体 花钱还得靠自己 为剪天真子 不上工 怕不合适派 哎